乱世总有英雄,相关的文学作品也会点缀其中的英雄。三国演义如此,隋唐演义亦是如此。在隋唐演义一书中,一直有四蒙四绝十三节的说法。但其中许多英雄好汉都是杜转出来的,例如大名鼎鼎的隋朝第一战力宇文成都,以及罗成等人,其实就连书中所评为大隋第一好汉的李源霸。 其身上都充满了疑点。初唐时期,各色豪杰涌上历史舞台,在李家手中最为出彩的便是李源霸。玉池公、秦琼等人,而最具闪光点的,就是李世民的这个弟弟李源霸。 根据小说描述,李源霸是唐国公李渊的第四个儿子,长相着实难以启齿。完全和李建成,李世民几个哥哥大相径庭。不仅尖嘴猴腮,面黄肌瘦,甚至还看起来病痒痒的。 可他却力大无穷,演艺里更是能手撕宇文成都。可见其武力高超。可惜的是,李源霸的原型名为李玄霸,确实是李渊的第三个儿子。 只是天度英才16岁变夭折了,没能像几个哥哥在历史长河中施展拳脚。那么既然最厉害的李源霸,以及排行第二的宇文成都都是虚构的。 隋唐第一猛将又该花落谁家?大家应该对西游记中,魏征梦展惊和龙王记忆犹新。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答应老龙王拖住魏征,只要熬过了时间就能救老龙王一命。 谁知君臣二人对异之时,魏征悄悄睡了一觉,于梦中斩了龙王。 龙王鬼魂怨气太深,认为李世民没有履行承诺。便夜夜与李世民殿前喊冤,李世民有地心护佑。 龙王的鬼魂自然无法晋身,只是这夜夜噩梦实在受不了。便让秦琼和御池公全副武装站在门口。 两位将军是百万军中拼杀出来的人。正气浩荡,杀意凛然,老龙王不敢再上前。 可是两人终归是肉体繁胎,经不住夜夜站岗护卫。 李世民便令画师将二人画成画像贴在门上。后来流入民间,变成了两位门神。 要知道,最初的门神是神徒和玉磊两位上古传说中的人物,能够顶替这两位前辈。 秦琼和御池公肯定非同一般。故而在李世民登基之后,流传出这么一副对联。 双肩打出唐世界,单边撑住李乾坤。说的便是此二人。 先说御池公,他于585年出生于山西朔城。年少以打铁为生,练就一身好筋骨。 当他跟随起义大军后,他这一身横练的筋骨终于有了发挥的地方。 按照旧唐书御池竟得传中描述,竟得善必朔,美丹旗入贼阵。 又能夺取贼,说,还以辞之什么意思呢? 就是这个御池公一遇到打仗就像吃了兴奋剂。 仗着自己反应快每每一人一马冲入敌阵。 说就是长矛,敌人的长矛密密麻麻攒在一起。 都能被御池公合理地躲过去。 甚至他还空手夺白刃,把敌军的长矛抢过来,再用敌人的长矛刺死敌人。 冷兵器时代士兵数量越多,装备越精良,战斗力就越强。 更何况隋唐时期甲州的技术更加完善。 想重现东汉三国时期的关张赵马皇那种七出七进的场面,几乎是不敢想象的。 然而御池公却毫无畏惧,不愧于猛将的称号。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李世民对御池公的重视程度。 在玄武门之变时,御池公便紧跟李世民,并射杀了李元吉。 甚至当他全副武装站在李元面前时,李元也不得不答应将地位转交于李世民手中。 秦琼相比御池公,在史书中的记载就显得重规重矩了一点。 根据旧唐书秦琼传记载,秦琼跟随李世民出征时,两军对阵时常会有喊话缓解。 于是经常有敌军将领在阵前往来驰骋,耀武扬威。 惹得李世民心中甚是不快。 只要出现这种情况,让李世民面子挂不住或是看了心烦。 他都会令秦琼上前对战。 命令一下,就算是对方跑进自己的军队之中。 秦琼也必然冲阵杀进去,直到把人砍了才罢休。 同样是冲阵,秦琼显然没有御池公那般狂热冲动。 不过乱军从中取上将首级,也能证明其无有。 甚至李世民对秦琼的喜爱有一些病态。 根据新唐书记载,秦琼履立功后,李世民十分欢喜道。 清远来投我,且优立功,使真肉可淡,亦当割肉似青,旷子女欲薄乎。 秦琼立了功,李世民赏赐许多财务美女。 秦琼刚想客气,李世民居然拉起他的手说。 你投靠我立了大功,就算你想吃朕的肉,朕也会割给你。 更何况这些财物呢?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于秦琼的喜爱之深。 于是很多年来,民间都将这两人并列,并对两人的武力十分感兴趣。 不过根据林烟阁功臣的排名,御池公的官职要高于秦琼。 就让民间有了很多种不同的声音。 直到1974年,秦琼儿子的墓被发现,这才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人们展现唐出第一猛将的风采。 1974年,洛阳一处唐代墓室被盗墓贼光顾。 相关部门进行抢救性挖掘,发现墓主人名为秦怀道。 根据秦琼家族墓志明记载,秦琼有三个儿子。 秦怀道便是其中一个,只是此人四处围观。 直至客死他乡,没有祖上那般风光,自然史书记载也不是很充分。 就连他与洛阳的墓室,都是去世34年后。 他的儿子秦景倩从外地迁葬回来的。 这么看来倒也没什么稀奇的,反正抢救比较及时,很多文物都保全了下来。 直到考古人员发现了秦怀道的墓志明,才让人大吃一惊。 上面有一行字,祖书宝隋隆湘将军从高祖神尧帝秦玉驰竞德,拜上驻国。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,记载中秦琼确实先于玉驰公投靠李世民。 且当李世民派人与玉驰公作战时,被玉驰公狠狠击退,甚至俘虏了大批武将。 李世民又惊又喜,就像当年曹操看到了长板坡的赵子龙。 一心想把玉驰公招揽到麾下。 在说堂中写道,李世民和程咬金趁着夜色偷偷探查敌情。 被玉驰公发现,一路追杀两人到了美良川。 还好秦琼赶来及时救下了李世民两人。 秦琼与玉驰公在美良川交手没几回合。 玉驰公就感觉不是对手,策马飞奔逃离了战场。 由于秦琼只打出两俭,玉驰公也仅还了三遍。 在民间就有了三遍换两俭的说法。 可历史上美良川大战比小说要宏大的多。 但令人奇怪的是,正史似乎也对这场对决昔末如今。 根本没有详细的记录。 只是这个秦字用得的确令人瞠目结舌。 无论是七秦梦霍还是秦吕布、灭袁绍。 这个字表现出的压迫力可想而知,如果秦琼没有足够的实力碾压玉驰公,那么完全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字。 要知道两军阵前交手,能斩敌将下马就很不容易。 拼得不仅是武艺和耐力,还有胯下战马的能力。 而在两军冲杀中千骑斩将更非一事,兵马混乱中能找到主将太考验眼力。 就算找到了也不好追得上。 当年马超追的曹操割须气袍也还是让曹操跑了。 那要是能把敌军将领活捉,就更是难上加难。 能做到这个位置的将领,不论是领兵还是对战都有自己的长处。 不然早就成为一江功成万古窟中的一具白骨。 能把这种从尸山血海里爬出的战将升擒。 又不提前使用计谋,那武力得高出几个水平。 可以说这种取胜的方法自己人看着血脉喷张。 敌人看着胆破心寒,主将都被升擒了。 谁还敢继续打? 只是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,昨日的对手也能成为今日的战友。 很多事情就不能伤了自己人的面子。 因此,既然历史上承认是秦琼击败了御池公。 最终令其成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。 那么两人的战斗一定是属实的。 至于御池公究竟是败走还是被秦琼升琴?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,大家身为同僚低头不见抬头见。 争这个就显得太没有情商。 不过既然要推断出谁才是出堂第一猛将, 那我们还是得找些线索推敲一下秦怀道慕志明的真实性。 我们不妨先看看两人年龄再做推断。 秦琼出生于公元571年,比御池公大了有14岁。 先不说经验上要比御池公丰富。 单说秦琼于贞官12年病故,去世的早, 御池公到了贞官19年都还随军出征高距离这点看, 就算当年御池公真的被秦琼升勤了。 估计史官,文人也不敢这么写。 毕竟御池老将军还在继续发光发热, 哪个不长眼的敢这么得罪人? 这也就间接证实了新唐书、旧唐书以及后来的资质通鉴, 都为美良川之战省略了极大的篇幅。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推断出秦琼的后人为先人写下这块慕志明的目的, 是不愿意让先人的功绩被埋葬, 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悲哀, 没有人知道这种痛苦。 但值得肯定的是, 秦琼对大唐的付出足以让他载入史册为后人所仰望。 关注我,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。